我們準備可以下班了 今天跑馬有多說話,可以說說馬嘛 你不跑馬說什麼人說馬 今天是最後一天做節目 跑馬留回元旦賽馬,今天沒有馬跑 沒有跑,哎喲,穿崩了 一開有盡,我以為今天有馬跑,所以是星期三 證明世界變了,連周鵬都對跑馬這麼熱衷 你說2020年對香港的改變有多大 畢竟今天是我最後一集在2020年做節目 你們我不知道,德哥現在這麼紅,差不多每天都在做 我明天繼續,每天都在 為何說跑馬,因為在我們的Track Group,發仔開 有個朋友,忘記叫什麼名字,但經常叮噹的樣子 提醒我要說我星期日還有匹馬 匹馬叫做得歌必備,勤得兼備 勤得兼備 一個很好的成語 大家一定有勤力,有得行,必備 所以他跑出了冠軍 好像只有十匹馬,十匹馬爆了 我也有,一定會落黎菲 結果十匹馬就換到一張五百元 十匹馬就換到一張五百元 好過炒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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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過私股票 他刊登了一個告示 這間一定是黃店 為何是黃呢? 除了他的店舖貼上很多便利貼之外 還有很多 Postcard 還有很多人像 你先看清楚一點 可能便利貼社支持香港警察 最重要 我記得當年 一年前在荃灣社會運動的時候 他好像收留青年人 警察在外面收留青年人 但是他也無可奈何 敵不過武漢肺炎 做禁家,人又吃少了雪糕 但是雪糕在冬天通常都不吃 但是都是頂不住 頂不住的時候 可能那個業主 有時候很壞的 那些大商場 知道你是什麼店 他不想你在這裡 不會這麼有人情味 說不加你了 不減你了 為什麼不減你了 他寧願 那些大業主 那些大地產公司 我寧願丟空 都不讓商場有這間店 那裡很多店都是丟空 或者是還未開始營業 結果這間店 意大利雪糕的名字 不太懂得讀 說在熱度 可能租約已經到二月了 正式結束 那天 用了五百元 五百元去買一杯雪糕 到時候做 可能你鼓勵到他 夏年在別處翻生 其實現在 香港今天就叫做 一天體驗到四季 我看香港的人是這麼說的 好像昨天就二十幾度 今天就變五十幾度 可能在樂觀想 就是一個契機 令到他天氣到 變火 變火不從天 對 玩雪糕的生意 可能就沒那麼好 那就等他在別處重生 但是我聽說 香港近來的 那些 舖租 在尖沙咀某一些旺的街 是減價減到割喉式 都沒有人租 這是真還是假 我沒有在香港走去看 但是你們看到市面 是不是這個情況 旺的 一定是 旺的很多吉舖地下 旺的很多吉舖地下 他寧願不裝修 租給一些人 十分一價錢 散貨牆 現在最多在郵簽網 散什麼呢 散口罩 那些口罩很漂亮 現在口罩不是外科手術的 粉藍色、白色、綠色 現在是幻彩 Fashion 聖誕節 買個三元 然後買十個送給朋友 到時好像可能 恭喜發財 過新年 我們不是要穿紅色內褲嗎 你有沒有穿紅色內褲 可能到時 大哥 大哥 你真的要 總有幾條 我 弄壞那些壞運 趕走 可能要弄個恭喜發財口罩 現在的店舖 在郵簽網 那些OL 或者打工仔 一吃飯的時候 就迫過去 你看到 他們的收穩 不斷打卡 不斷打機 不斷收收 我相信每個人買 一百元 很小事 有些三元 有些很薄 但如果有些 立體式的那些 就差不多八、九元 十元 然後有些雙管的方式 買滿一百元 就送你兩個 於是 每個人不斷買了七、八十元 死人都買多了二、三十元 這些營銷的方式 賣了一百元 又送你兩個 看著他 真的生意 真是不錯 不過 香港的 可以計算了 講完這句 有五百萬人 一天起碼用五百萬個口罩 差不多 五百萬個口罩 這件事大家 大慣過 不如有些 我肯離開香港 我相信我 紅色口罩 給你 讓你轉運 還有可以選擇 我看到連鎖 現在是 很高級的 最高級的 最高級的 都要三元 差不多兩元 三元 以前我們買這些口罩 沙士時 我們用的 最早是 45元一盒 45元到50元一盒 有五十隻 平均一元一盒 你說三元那些 已經不是立體 是平面式的 有些立體 立體那些 就去到八、九元一隻 立體戰材那些 是啊 即是KF94 對 KF94 或是日本那些 即是尖嘴型那些 即是尖嘴型那些 已經去到八、九元一隻 再加上有些塗層 D100也有大嶺落口罩 我未見過那些大嶺落 有中文字 那些口罩 即是有些設計 所以去到 那些店鋪沒有賣 包有銷路 你做其他 你賣Fashion 賣其他 未必有生意 但你賣口罩 斷猜你賣便宜一點 或者你的款式 好一點 那些人走過 大家都有需要 那些有需要 肯定要買點 好過做凍肉店 凍肉店都要買個雪櫃泉 口罩擺得 是不是又不怕過期 這個真是文化差異 因為德哥說 香港五百萬人 一天用五百萬個口罩 大家以為日本很高水準 衛生意識很強勁 你看到 其實在街上 大量人 戴口罩 是起了毛粒 可能整個星期 都是那個口罩 因為沒有人告訴他 每天要換口罩 而且 很多人是買布口罩 如果去無印良品 就會懂得 要中間再洩 那筆織布 但其實很多人 是不知道 那筆織布才是重要 隨便找些東西 掩住口 有個布口罩 就算了 而這裏是很流行 戴的口罩 那些一次性 外科手術口罩 在這裏 現在是有點滯銷 賣不去的 人們看到 戴的口罩 可以環保 重用 然後很多店員 都已經在賣布口罩 但是更加令人擔心的一件事 是他們有一個叫做 撇他的口罩 是類似膠膠地 纖維 這樣的物體 經過香港那些 很認真去驗 那些什麼大學 那個革病毒率 等同是不大一樣的 是馬上有些病毒照 但這個是全日本差不多 最流行的口罩 所以 為何日本的數字 一直都按不下 為何出街 東京 你差不多一千人 如果香港一千人 就做生死了 你五六十個已經覺得很嚴重 而這裏的情況就是 因為他們根本都 口罩 不會像香港人這麼廣舊 同一個口罩戴整個禮拜 所以其實 如整體來說 我想店舖會向下跌 整個香港 我覺得在2021年 做過展望 真的又會來一個大洗牌 如果說股市來說,有些人,我爸媽又說,哎呀,不如買一層樓,然後去買盈富基金 我聽完之後,我嚇一嚇,不是吧,你買什麼基金也好,你不要買香港的經濟 我真的不太看好,雖然我是燈神 我覺得香港整體的經濟,包括因為政治鬥爭,又或者是保費的影響之下 其實要有那個V型反彈是困難的 雖然今天升了五百多六百點,但這些講長遠的,不像德國那隻50汽車的一兩天 我看你的東西玩了幾天,50快變成170 不是,我現在沒有慈喉,賺了三千元,已經剝花生,是這樣看的 不是,你買股票就買一些在香港上市,但他正在做全球生意的 他不只是集中在香港市場,還有我們這些,經得不起風浪,又怕睡不著 我們只是買一些阿婆收息股,最低限度,每個月扔錢去買,我們又不會看股價 總之他定時定後派息,在瘟疫情況下,他也有派息,我們就算了 而且也是那個邏輯,買得股票是多餘錢,你不會想著 我不是的,我分身的 買得股票一定是那些多餘錢,反而我更加期待 今年我們都熬了一整年,拓賴,還頂得住 雖然病毒變種,香港人正在等待打疫苗 打疫苗,打科興 新加坡全世界都已經在打,還要說不只是登記一隻 有第二、第三隻都開始可以,特事特辦可以註冊,開始打 人家都開始打,貨都在混,香港暫時還沒有 有聲音說疫苗究竟何時來呢?說啊? 我現在又關心這件事,有沒有一個確實的日子 究竟何時可以開始打疫苗呢? 就連科興都好像沒有什麼準確的時間 會有個心理準備 科興未實驗成功嘛 那輝瑞呢? 不會快來這個,差不多叫做一個市場 那就是輝瑞,輝瑞和BioNTech那一隻 但又沒有聲音 他們未必要買給你嘛 他們也要先買給其他地方 以主持人來說,最幸運最快有機會可以選擇 而打的應該是香蕉Bang 因為他在澳門 澳門不用打嗎?澳門清零 清零不用打 現在打疫苗,不是為了在你住的地方染病 是告訴你,你終於可以自由到處去 別人不用怕你 你拿著這個疫苗證明 可以去外國旅行 可以出旅行 這樣才是重要的 香港人最喜歡去日本 你看現在日本爆到九彩 就算我打了疫苗 打了疫苗,你敢不敢去? 如果打輝瑞就夠膽 不怕 你不要說口響響 打疫苗就當成萬能俠才可以 不是百分之百保證 不是百分之百保證 他覺得 因為疫苗是直接中了 他是有自己弄出來的抗體 疫苗也是這樣的概念 我還沒說過 一般宣傳的打疫苗 叫民眾打疫苗 美國,大家有看新聞 就是副總統 後任副總統 他也去打 大家做秀 做秀 之前上個星期 就是現在的副總統 也去打 也是被傳媒拍照 和太太一起去打 英國就不流行這招 英國不是英女王 和他的兒子 Boris Johnson Boris Johnson 去打 然後拍照 日本呢? 日本會不會 那些首相走出來 上下任的首相 想不到 原來那個 辭任的首相 也做回那個議員 中議員 還在那裡 還不退出 如果有病的話 好想退出 享受退休生活 還在那裡押著各位出糧 做什麼鬼 日本沒有了他不行嗎? 要一票 這個複雜一點 說多一點 首先說了疫苗方面 實際上時間表 跟香港一樣 是不知頭不知路的 日本做得不算清晰的 但我也不算太害怕 因為他一定訂到輝瑞那些 和美國朋友 是朋友 還有一個很簡單邏輯 以中國人做事的態度 就是 如果他十拿九穩 買到疫苗 即輝瑞那些也好 英國那些也好 簽了藥 知道什麼時候會運來香港 你猜特區政府的相關官員 會不會高調地開記者會 大大聲 炮炮炮 炮炮 跟大家說 哪年哪月哪日 會有疫苗 讓大家開始打 以及說到實牙實痴的數字 是多少劑 每人打多少 過去我們看特區官員 他們做事的作風 有得威的那些 一定要威到盡 為何現在沒有聲氣 那麼沉寂 根本就是買不到疫苗 但就算有得威 我也不太相信那些人 你說近來有什麼 2020年英雄人物選舉 我看到不斷舉許樹昌 張竹君的名字 雖然我不是在香港 但我覺得感覺上 要選他們做英雄 我覺得總是差一點 現在處理得不太好 其實他們 你看看旁邊海 向照班在那裏 那些做得不錯 你看看台灣那些做得不錯 他漏洞 他故意包吵頸 要放那些人下來放毒 沒有辦法 所以你說 要投他們一票 或者得到民心 要給到信任 我覺得我打個問號 學你那句 還有我們有期待 看看接下來香港 會怎樣大洗牌 上次沙士 又說要搞半年 復活節之後 就已經搞定了 但今年2020年 大半年都是瘟疫 明年也不見得會有改善 我不知道 接下來的香港各行各業 那種叫做 真是終極到太肉流強 還有傳統智慧就是 過農曆新年前 真的見真章 真的撿了 那些店真的撿了 看看撿什麼店 到時看 你們也不能外出 也沒有人光顧 樓價沒有跌 跌了少許都買不起廁所 還沒有跌 還沒有跌 可能之後就跌 等等 德哥 我剛才還沒回覆你 日本手上 手上還沒有動 打不打 但安倍最近 是受註視的 因為他之前有人說 他上櫻花會 有私相授仇 或者卡水 那些 數字不清 有檢察部門照他去見 因為他還是眾議員 德哥 其實他不能放棄那裡 因為他是地盤 是他們安倍加在山口縣的地盤 他不能放棄 那給他一個細疾 斷會有細疾 他又說有病 因病辭職 前兩天有一個參議員 中了武肺 總之你不進入內閣 感覺上 留住職位 負責舉手投票 好像公仔一樣 但安倍 有人非議 最終都沒有正式落案起訴 檢察部門是否鬆手 等等 我又覺得 我自己作為 不是這裏國民 我不留言太多 只不過 我覺得其實不是什麼大件事 他都是一些政敵想攻擊他 現在就叫做 落台 不是他做首相 那就借棒打落水狗 這樣的情況 報道完畢 今天其實我準備了 打算分享一下 航空介紹 因為現在不能做空中飛人 有很多時間 過半小時等我慢慢說 昨天我專心看 分享一下 如何做到一家好的行業公司 我專心預備 做股票 告訴大家 雖然慢了幾拍 真的早點說 你等他爆升 昨天說早點說什麼石油股 你等到升了40倍才說 你不要早點說 你早一個星期說 我也發達 你現在學會了 德哥 回到《造星3》 就有一個類似 打對台的節目 叫做 什麼 衝上雲笑 大選 我第一次看到 聽到這個名字 已經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節目 九不八八得很嚴重 但這件事叫做 有些面孔 我是認識的 亦有其中一個 我請過他上來做節目 所以就有一種 但我沒有看完全部 我只是在Facebook 看到幾分鐘的片段 看他們的自我介紹 那些 我就覺得 真的有人去參加 才有趣 他好像那個 美其鳴就是 因為現在他們很多人 都叫做 沒得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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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發明星夢 當然 報得名去電視台玩這些 選舉 也好 比賽也好 也好 有些覺得自己有潛質做明星 帥哥 帥哥 有些人總是有發明星夢 好像有些人經常發明星夢 做DJ DJ夢 明星夢 你覺得我 總是有些 但又不磨得尿 照自己的眼鏡 不是說你肯來 磨了 磨了很多年 照了 其實都很明白 很清楚 所以 現在都已經是 很業餘的方式 反而你說 人生有時候 老人家的 長輩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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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 無花插柳 扭成音 有時候 這些事情 強求 又沒有幸福 有時候真的要說 緣分 我最記得 為何會突然說起這件事 例如 好像 商台903 有一個頗出名的DJ 知詩姑扁 卓韻之 現在不知去了哪裏 很久之前 KING 就說 他那時分享 為何會成為DJ 就是 陪朋友去廣播見 即是跟他考選港姐 我陪朋友來 怎會拿港姐冠軍 就是那些故事 那你也相信他 相信 我做的是善良 陪人去商台 你陪人去考 陪人 蔡先生 例如說梅欣 對時 你紅了 成為主演的KOL 我也是陪人 我不是很想參入這個節目 不知道為何 被人為眼色英雄 找到我 黃德傳 我不是很想寫劇本 我也不是很想 我也是 我的故事就是 沙士比喇 我真的沒有想過去做商台 畢業的時候 無端端 我的大學教授打電話 幫我找了一份工作 可以有機會見 我原來就是商台 叫我去見工 嘩 我只是這樣見 見了一次工 就聘請了 你信不信 跟老婆也這麼說 我也沒有打算追求你 不過無心拆 然後不小心跟你求婚 差不多道理 不小心而已 哎呀 我也是不想的 真的上幾個不想 哈哈哈哈 無心那一刻就是假的 那我 不是發明星夢 你真的沒得搞 我不知道裁員多少 裁員6000 現在只有16個 裁員很多 裁員6000是空者 還有飛機師呢 沒有飛機飛 你也沒得搞 好像有三四個 插巴士 我們就 有個改車巴士 有個月約 整個二十萬 都拋放 拋到身段 三十多歲 靚靚仔仔 都參與了 當然 我自己的感覺 可能 可能肯來看了少了 我看了比較多一點 他們的對答 真的可以 比香港小姐好 可能大家先通過了 通過了之後 他們也有做功課 有想過的 香港小姐 真的通過了 他們也會回答得白痴 那些花瓶來的 只有樣子 樣子都沒有什麼 空中小姐 至少肯來講 空中小姐 至少她的教育水平 思想見得人多 旁邊有周鵬問她 拿杯酒喝 馬上怎麼推 周鵬也不會說 好 給你一杯酒吧 也有一兩句話 周先生 你想喝多兩杯 你先前喝了 隔十分鐘才喝 口才會很好 他見到人多 始終空小 空姐 沒有說錯 因為那些選港者 很多時候又會說 我是大學生 剛剛加拿大回來 有錢女 沒有工作經驗 他們起碼有工作經驗 而且我看他們大部分 尤其是男的 都起碼飛了十年左右 十年樓上 做到倉務長 或是Captain那個帥哥 鬼鬼的那個 做得Captain 都飛了很多年 又鬼鬼的 香港人就是這樣 崇尤美又愛 喜歡的 對答那裡 我挺怕德國 你說比我好多 我都覺得他們比我好多 我挺怕拿我來比 大哥 不用怕 你也很厲害 你也很厲害 萬富翁的優異得獎者 也很厲害 有得參與 好 我找不到那段影片 如果各位聽眾 有沒有Captain那段影片 可不可以分享給我 我有一天 我在Youtube找不到 我現在徵求各位封中參與的聽眾 有沒有哪位有留底 分享給我 真的無限感激 作為一個紀念 跟爸爸的一個參與 但說回大選 本身這件事是很無厘的 選什麼呢 其實 全部都是不同的水果 在對比有男有女 選贏的冠軍是嗎 整件事都是堅強拼湊出來 而且那個台本身 已經是一種很過氣的感覺 你也不好意思告訴別人 你看TVB 跟我們差不多年紀的人說 老餅 老餅 或者新香港人 也挺有趣 如果鏗尼 你是參賽者 才藝表演 你會表演什麼 裸跑 你會表演裸跑 我會表演 分享我對美術 不達美亞的形式 沒有這種選項 董督少沒有這種選項 要是跳芭蕾舞 要是跳蕭蕭舞 要是跳蕭蕭舞 你記得嗎 就是跳蕭蕭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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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摸 真的 也算是 但不可以的 麥克雷克雷 我自己比較 麥克雷克雷克雷 穿了整套西裝 不可以的 那些不是香港先生 那些是飛機師 除衣服的 是跳蕭舞 當然 是賣肉 麥克雷克雷克雷 有鬼肉 全身包裸 除非一下 一蹦 蹦蹦 要蹦蹦 沒有革穗 好像扁摩射 這樣 馬上掃着幾頭 打起 這樣才是個才藝表演 幸好我沒有去參與這些 也沒有想過 還有 如果兩台比較 就一定是說ViuTV的《全民造星3》 在網絡上的同溫層 的聲音是大很多 好像比《全民造星1、2》都要多人去留意、投票等等 收視率當然也不需要太理會 你聽聲音是比以前的傳統計法更重要的收視率 但這兩台終於有些比拼 就會令人想到找了一堆被裁員 或是有些是沒有裁員的 有些好像還在做的 不是太確定 我認識的就沒有裁員了 已經解僱了出來 就在分享《空中飛人》過去五、六年的內容 有些人留意一下 我想帶出這件事 前線的人要各出其謀想辦法 找出他們的出路 但管理層 今天看財經新聞就知道 郭泰其中一個高層 那個L Granogneau 不知道能否讀到他的名字 但曾經在Facebook出過報告 說你這群蟑螂活該死吧 那些這樣的報告 但他什麼背景大家心知肚明 就說全會接掌大灣區航空 大灣區航空老闆是誰 大家都知道 黃楚彪 大灣區航空其實在2020年7月開始 已經有動作了 就說向民航署申請營運許可 然後再招兵買馬 又找了很多 現在有個說法是 港龍的退休人員 俱樂部 但請來請去都是請高層 前線的那些 就沒什麼出聲 因為都未正式可以飛 所以前線唯有去選這個 衝上雲宵大選 但是我個人分享 我用空中飛人前主持人的角度 不是什麼專業分析 我對香港航空業未來的前景 我是十分之不樂觀的 即是你本身這一堆領導層 近年來把國泰已經搞到 完全不是一個被人愛的航空公司 有多少人說很喜歡國泰 除了老闆之外 老闆很喜歡搭國泰 因為他說有Marco Polo Cup 有龜屬感等等 但我又覺得奇怪 一般市民 你為什麼會對公司有龜屬感 這間公司又不是屬於我 除非我買了股票 她令我賺了很多錢 可能我也會對她有好感 德國 持有哥 我相信是 loyalty,你答来答去都答他,因为他给你负责 永远都对他有归属感,莫太于是这样做,一定做这件事 下次再答给你个八折,下次再答可以给你个早餐 这样吸引你,因为坐了一程飞机的利益利润都应该是很可观的 这类高的消费,会员或重新的率,再去光顾他们的东西 翻头客户是很重要的,很多朋友经常出旅行,如果参加了Marriott的酒店 所以你说航空公司需不需要被爱,被客人去爱,是重要的 所有公司都可以,不过如果你做了坏事做尽,政府给了钱 你炒人就炒到心狠手辣那些,你就得罪了很多客户 而且你知道,近一两年香港人在消费上,都挺有颜色之分 而且也要看企业有没有社会责任,良心企业 但是国泰的肚子已经臭了,还有身边去欧洲多的朋友 其实也很少提他们再说错国泰,这个说真的 因为太多选择了,因为中东,比如说阿联邮 卡塔尔航空其实都抢了很多客户 而且真的做得挺好,是不是还有新加坡航空呢? 是吗? 是,我刚刚提到一个点,就是说 那个经营那里,其实都不讲良不良心,或者是黄不黄蓝 但在经营上,已经是在服务上令你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有什么好 其中一个原因,我作为前员工,我觉得是很多人,很多员工已经没有了归属感 而没有归属感的原因就是,你对我不好 对 你对我好,我就自然感恩 我真是在当铁饭碗的,打小工 但是近年的做法,我听前辈说,自从陈南六开始做行政总裁开始就改变 由外国人大班转成唐人大班 即是计数,全部计数 对,没错了,就开始切东西,什么都计算到尽 只会有扣,没有给的情况 我之前在这里分享过一次,几年前坐国泰的时候 你知道,坐飞机都会昏机囊 你每个位置都应该要有个呕套袋 即是我看到,那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呕套袋 在那张椅子那里 我发现没有呕套袋,我已经知道这间公司是偏硬期的 即是,你连一个呕套袋的成本多少钱,都不用一毛钱 你连呕套袋都省 如果你说,那姐执漏了呕套袋,放在机位那里 整行都没有呕套袋,难道你整行都执漏 即是我从这个小小的细节 你拿一盘数,你拿到呕套袋那里 一架飞机现在,你当最大的那些,A3,A340 不要当A380,A330,A340那些长途客机 那你都三百多个位,三百多个呕套袋 那里有多少钱,你省这些数 我就不知为什么没有呕套袋 但我直觉就是,你是不是想省了呕套袋的成本 不只是说呕套袋,其实各样东西 包括人的员工,员工的福利 或者是前线上一些工具 可能方便到他们的工具 各样东西都逐渐減 你可以说是因为整个航空界的大趋势是这样的 毛巾一定不够的,不知为什么 我感觉到有一个很关键的位置 就是管理层和前市员工的红沟越来越大 对比,如果说近年比较避爱的公司 我觉得有两间的,一间叫ViuTV 近期我刚刚做的,很多人都想支持他 另一间是王维基的香港电视摩 香港电视摩 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管理层说到名字 王维基,下手下脚做 这件事是出了名的 而且当时那些人替他不值 想搞电视台,救一救香港电视生态 你竟然不发牌给他 不发牌,即是奸有奸输 政府反而帮了他 否则如果真的被他发牌搞电视台 他可能会亏出血 刚刚说的王维基 就是他和前线的人会比较近一点 而ViuTV姓老的行政总裁 又是跟前面的人好像很近的 又年轻一点又活力一点 这些就是令到公司被爱 被他的顾客爱的地方 但是国泰或航空界整体 整个香港都是 就是管理层和前线的距离很远 那些员工没有归属感 我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 于是就会在客人那里反映出 咦,公司正在退步 而这些航空公司高层 就是在不同的航空公司 即是你去完大湾区也好 去香港航空也好 香港快运也好 那些高层都是那些人 国泰有份 国泰有入股 如果说国泰股权分布 好像大陆有份 我有做功课 42.26%是泰股 国泰有28% 他们就是国泰和国泰互相持有 刚刚今天就出了个新闻 就是说那个 什么副董事长转了过去 什么中国前 不知道是不是和空军有关 就是过去坐board member做那些 什么非洲行董事 但也不是说他们会直接 站在那些管理层的管理某些部门 但是香港政府现在就有6% 卡塔二航有9% 其他的股东再加上14% 即是泰股的决定权 已经不停被动摇 因为它不超过50% 你50.1%就可以有主导权 德国这些股东 50.01 是的 50.01 但是我说 和大家联盟 一定要投票的时候 卡塔二一定要站在太古那边 才可以得到主导权等等 那叫宋志勇 对 宋志勇 有兵有劍的名字 他的样子整个大陆类 他真的是大陆类 哈哈哈 大陆富豪 香港类 大陆类 我们的港产 这些真是 浪漫 但是我想说 这些管理层 他们是不需要负责任的 即是近郭泰搞到这样 他现在就拍过 又跟黄楚彪了 又将他那种管治的风格 管治的模式 带到下一间航空公司 但有些阴谋论 又说大陆特意要整死郭泰 有些阴谋论 他根本是整死整个航空业 你不会再在香港找到一些好的航空公司 怎样为好好的航空公司 我最近回答全日空 我觉得是好航空公司 准时 员工的服务 专业 又较大 但每个人真的鞠躬尽水 就算没有客人 他都会 对着空气 你讲流了一件事 全日空的机票 价格 是贵很多 对 羊毛出节羊身上 鬼不知 鬼不知我去日本 我选全日空去日本 鬼不知好 但你比起香港快运 那些 价格差很远 看你求什么 但我就觉得 我求安全到目的地 但也有一群客人会追求 那些 premium的感觉 但是 有一群这样的管理层 不停走马灯 换椅子 椅子不停转转转 又是那群人去管 结局又是一样 又是压榨前市员工 员工做得不开心 没有归属感 那就求鬼奇 你要呕套袋 坐起来也傻 自己走进厕所呕 就会有这样的经历 就像英超 英超就是曼联 之前卖给美国的财主佬 格拉沙 后来 因为他是做营运盘生意 他经营曼联的一种技术 就是找回计佬 他找回计佬 计过曼联盘数 接着如何赚钱 他又不会像之前 做清分 培养自己班底 没有这个视野 总之有计数 那个球星值钱的就卖 就赚钱 接着卖波生卖到多少 同一道理 现在中国人的公司也是 找回计佬 找回计佬来做行政总裁 看盘数 是否完全没有视野 总之我也去做回计佬 我就可以做总裁 如果我最差不是做回计佬 德哥我是不是回计佬 你有潜质 不是 不是 你这个样子 很像 我们是放数佬 是啊 而且你经营那间公司 最容易做的 我也会做的 找个阿沈也会做的 经营不行的 就炒人 接着减薪 这两招而已 这两招 你年薪过千万的人去做 我也会做 对吧 那下个航空公司总裁交给你了 我今天说完了 接着那一小钟就交给你们